色女人的三大特征遇见了赶紧远离 世人都说女人只要嫁人 多么疯的女人都会因为婚姻而变得老实 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 有三种女人天生就很色 结婚之后也不会改变 一身边总是一大群哥们 嘴上说的爱你 但是你却发现 他找他的男人一个接一个 生日的时候好多男人送他礼物 而女性朋友却很少 就算和一个男人有纯洁的友谊 但是绝对不可能和所有的男人都有纯洁的友谊 二虚荣心超强 喜欢站在男人中间的感觉 这类女生都是身材娇小类的 看上去人畜无害 常常卖萌发点 引男人注意 有的女人就算说话正常 身材高大也要装几下也玩玩音 对于男人的礼物来者不拒 说到之后每次都要发朋友圈炫耀一下 如果没有男人注意 为了虚荣心 或许会放弃身体上的尊严 或者没有追捧就会感到很寂寞 就会勾引其他男人来引起注意 三天生放荡 有的女人三同四得 在他眼里只是浮云 这种女人天生身材好 脸蛋漂亮 寻找激情 只要你能让他感兴趣 和他发生一夜情 也不是不可以的 还什么也不要 只为了一晚上的刺激 在他们眼里 年轻的时候享受物质金钱 男人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等到不能玩的时候 或许会找个男人嫁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